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一个小山村 别勒塔列克 萨申别克 纳扎拉耶夫和其他村民正冒着雨去邻间工作 受益的不仅仅是一场小山村 别勒塔列克 萨申别克 纳扎拉耶夫和其他村民正冒着雨去 在为当地人增收的同时 这些森林产品也为中亚地区的森林保护创造了更好的前景 达夫列特马马扎诺夫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南院森林资源实验室的负责人 他指出人们面临的挑战还很严峻 最新开展的集体森林管理项目被介绍到了联合国森林论坛 向世界展示了更可持续的森林发展方案 这些项目致力于在决策过程中让政府 科学家和当地居民都参与进来 萨申别克和达夫列特都深有体会 他们相信新的法律以及可持续的森林发展项目 将会促进吉尔吉斯斯坦自然资源保护 最终实现人和森林的共赢 萨申别的森林